連接車頭直接卡在民宅 整個扭曲變形 雜物散落一地 駕駛受困在車內動彈不得 消防人員爬上屋簷 拿出破壞工具 把握時間救援 這起車禍意外 犯是在7號早上10點多 53歲林姓駕駛開著連接車 行進台九線282.6公里處 途中突然開到對象車道 接著直接衝撞民宅 當時屋主正在洗澡 聽到巨響嚇一跳 立刻跑出來查看 警銷接貨報案立刻抵達現場 一開始事主把車頭拉出民宅 但完全拉不動 只好趕快調用民間 重型機械協助救援 那我們在現場 我們先把車頭 車蓋先把它掀開來 看能不能把 這個受困內部的患者 先把它第一時間救出 但是因為車頭嚴重變形 那內部的人員 卡住非常的深 救護人員發現駕駛沒有呼吸心跳 立刻在路邊壓胸急救 要跟死神搶命 但送一搶救後 還是宣告不治 只是好端端行駛在馬路上 怎麼會突然便離車道 究竟是疲勞駕駛還是身體有狀況 或是機械因素等 還有在警方調查釐清 只是這麼一狀 不只屋主嚇壞 駕駛也喪命 TVN新聞高志宏 廖子盼 花蓮採訪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 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